在历史大剧雍正王朝中 侍卫首领图里铲是一个外表五大三粗 魅力实则精明的人 属于装傻充愣的人精 图里铲凭借精明通透 深受康熙和雍正两代皇帝的信任 九门提督龙科多则是一个赌徒式的骑墙派人物 他靠着叔叔同国为的指点官至九门提督 由于他在康熙去世时拥护了雍正继位 因此在雍正继位后位及人臣 可是图里铲与龙科多最后的结局却大不相同 图里铲最后不仅深受康熙和雍正两代皇帝信任 还赢得了未来第三代皇帝的红利信任 可以说他堪称官场不倒翁 不论皇帝如何患 他始终是屹立不倒 而他能一直深受皇帝喜爱信任 和他的性格有很大关系 别看图里铲外表长的五大三粗 但他的心思是非常细腻 他一贯表现就是以装傻充愣的方式来伪装眼神 可是在关键时刻 他知道该如何做 知道该如何站队 更知道自己该听谁的话 龙科多却比图里铲差远了 他能当上九门提督 跟他的能力没有任何关系 主要靠的是家族关系 他从当初落魄卖刀 到后来成为九门提督 除了他的家族关系之外 再一个就是和他的赌徒是性格有关 而他的赌徒是性格 最终也让他把自己身家性命输了进去 龙科多能够在政坛中赌赢 其实并不是他有多大的能力 而在于顺势而为 在一费太子之时 康熙在饭桌上和佟国为达成协议 佟国为退休 让龙科多上位 随后 佟国为和龙科多演双簧 龙科多靠着检举揭发佟国为获得提升 而这一次 他赌赢了的原因在于 康熙并不想让印刺成为太子 康熙去世当夜也是如此 雍正在畅春元即位 龙科多赌对了 这是因为他听了叔叔佟国为告诉他的 只有皇上认准的新军 你才能把宝压上去的话 而且他表现的还不是那么坚定 一直到老十三印祥 率领丰台大营的军队入驻畅春元 他才宣布遗诏 这就说明了他是典型的墙头草人物 而在最后 印刺组织八王义正逼宫时 龙科多更是错误地 预计的是在哪边 他把叔叔佟国为 叫他跟着皇上走的话 早抛到九郊云脉了 结果他就沦为了阶下囚 在整部剧中 其实龙科多和土里琛交集并不多 直到雍正即位后 两人才有了交集 但是龙科多却在剧中 着实地坑了土里琛两次 不过有意思的是 每次龙科多不仅没坑到土里琛 反而自己越来越惨 直到沦为阶下囚 下面就说说 土里琛面对龙科多两次坑害 是如何化解并反击的 龙科多暗示土里琛 去山西调查录女时 要隐瞒真相 在雍正刚即位时 他决定整顿立志 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清剿各省亏空 这件事在雍正 还是当皇子时就想办 却没办成的事 其中的利害关系 雍正是一清二楚 因此雍正即位之后 决定最先全力 把这件事办好 当时所有省份中 亏空最多的省份 就是山西省 历届山西官员 亏空累计三百多万两百银 本来山西上一年遭了灾 朝廷曾有明文规定 免去山西百姓赴税 可是山西巡抚 不仅不免赴税 还强行加税 结果导致冬天时期 连洞带恶 而死了很多人 所以雍正大怒 将山西巡抚 搁置下雨 雍正打算给山西派 一个得力的好官去干 记得追缴 国库亏空 还不能靠剥削 百姓填补亏空 雍正甚至还打算 在山西树立一个榜样 雍正正在考虑 山西巡抚的人选时 已经被提拔为上 书房大臣的龙科多 向雍正保举了一人 他向雍正推荐了 诺敏出任山西巡抚 在推荐时 特意说道 诺敏本是户部主事 因为在户部时 顶撞了八爷 因此被冷落很多年 此人头脑机敏 是理财高手 看看龙科多的说辞 他知道 雍正与印刺不对付 因此在举荐诺敏时 特意提到 诺敏是因为顶撞了印刺 才被头衔散至很多年 而雍正果然处于 对龙科多的信任 批准让诺敏出任山西巡抚 这个诺敏 其实是一个崇明亲密的人 他确实不贪财 但他贪图名声 他把名声看得 比任何事情都重要 为了名声 他可以不顾一切 所以这样的人 是典型的浩大喜功之人 而雍正曾经承诺 哪个省的亏空先被清缴 他就自那个省的巡抚 为天下第一巡抚 诺敏对于这个 天下第一巡抚的称号很来劲 他也不管有多难 就接下了这个任务 后来 陆敏辞谢龙科多的时候 龙科多还给指点迷津 龙科多明白 清缴亏空的事很难办 可陆敏是他举荐的人 如果办不好 他在雍正那也落不到好 因此他特意指点陆敏说道 银子是死的 人是活的吗 只要数字对上了 为天下的都府 做出个榜样 也就行了 龙科多的这番话 就算是为陆敏指明了方向 于是陆敏一到山西之后 为了尽快完成任务 博取天下第一巡抚的名号 陆敏立刻就与山西各级官员达成一致 那就是 不管用任何方法 都要立刻把亏空填补完 就这样 山西官员们开始忙碌起来 他们一面向晋商借钱填补亏空 一面又在民间巧利民墓 赠收科捐杂税 所以很快 雍正要求两年内完成的任务 山西解用了半年 就提前完成了 北蒙在鼓里的雍正 得知山西亏空洁清之后 特别高兴 不仅在朝堂上大夸诺敏 还公开称龙科多为舅舅 并称龙科多举荐 诺敏举荐得太好了 为此 雍正决定把诺敏设立为典型 亲自书写了 天下第一巡抚的匾额 赠给诺敏 可是诺敏这件事 是瞒得了一时 却瞒不了一事 诺敏欺瞒朝廷 虚保攻击的事 很快就瞒不住了 在山西当地是公开的秘密 而新上任的山西道律师 孙嘉诚 那可是眼里不如沙子的人 他可是敢对天队的对空气 连雍正都敢对的人 孙嘉诚到任后 第一时间就知道了 诺敏气上瞒下的事情 于是他毫不犹豫地 直接就把这事上报给了雍正 当看到孙嘉诚的奏折后 雍正也后悔了 过于急促地赐给了 诺敏天下第一巡抚的称号 雍正还问大学士张婷语 是不是自己在这件事上太急促了 张婷语哪敢说这件事 就是雍正太着急了 张婷语只能建议雍正 应该派钦差下去核查一下 因此雍正就派了 即将去河南赴任的田文静 去山西核查 田文静通过微服私访 查出了端倪 但是却没有确凿证据 所以田文静就把自己的疑虑 上报给了雍正 而同一时间 诺敏也上奏雍正 称田文静为人苛刻 故意刁难山西官员 局面就这样僵持下来 雍正为了谨慎起见 就决定派图里琛去山西 再核查一番 在图里琛临出发之前 龙刻多特意找他谈话 摆出一副上书房大臣的架子 对他说道 你这一次责任可不轻啊 皇上的圣名 朝廷的脸面 悬崖在你的身上了 而图里琛 则继续表现出 一贯的装傻充愣的态度 请龙刻多指点一番 龙刻多也不客气地 摆出一副指点迷惊的态度说道 皇上刚刚登基 历经图治 好不容易竖了山西这一个榜样 倘若闹出笑话 我真不知道怎样收场啊 图里琛又继续摆出一副 不知道该如何处理的 傻乎乎态度 请龙刻多进一步指点一番 龙刻多看着图里琛这样子 就知道他好糊弄 于是拿出一副指点江山 很了解雍正的态度说道 皇上为何要派你去山西 就因为你是皇上身边的人吗 这一点你还不明白 是在人为只要你把住机会 替皇上替朝廷员们连面 那就是大功一戒 这下明白了 接下来就得说图里琛 这装傻充愣的高明演技了 听完龙刻多的话 表现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 还连连感谢龙刻多的指点 龙刻多笑着点了点头 心里则乐开了花 估计都得心想就图里琛这样 也太好糊弄了 而他不知道的是 图里琛转身就把他这番话 转达给了雍正 图里琛把龙刻多 对他的这一番指点的话 直接上报给了雍正 而雍正则问他 对这件事是怎么想的 他早在报告的时候 就一边说 一边暗中观察雍正的脸色 因此 当雍正问他如何想的时候 他的回答绝对堪称 职场教科书的回答 只见他回答雍正说道 奴才能有什么想法 一切但听皇上训会 这番回答 直接表明了图里琛的态度 他的态度就是 雍正让他怎么做 他就怎么做 别人谁指点都不好使 而雍正则直接告诉图里琛 处理这件事 不要着急表明态度 要暗中观察 最后做到只有三个字 那就是说实话就行了 因此 图里琛到了山西之后 不懂声色 让所有人都摸不透 他却一直暗中观察 田文静和诺敏斗法 而田文静 后来在乌思道的指点之下 弄清了山西的亏空猫腻 就向先锋的 布正史寺的藩窟进行核查 但是封番库的事情 田文静一个人可说了不算 因此 田文静就找到图里琛 陈说厉害关系 请图里琛先扣押山西官员 然后田文静去封锁核查范库 图里琛最终听取了田文静的建议 而诺敏在得吸图里琛和田文静联手后 就想要狗鸡跳墙了 他想动用巡抚衙门的兵 将图里琛和田文静都抓起来 可是他遇到的是图里琛 别看他平时装傻充呢 但是到了关键时刻 绝不手软 当诺敏调兵图图里琛时 图里琛直接带着手下的一众侍卫 脱掉上衣 露出满身刀疤的上身 并亮出了自己是特务机关 粘杆处管带身份 直接向山西一种官兵指名 谋害钦差 是诸九族的大罪 谁敢与朝廷对抗 图里琛这一番表现 直接把山西的官和兵全都震住了 诺敏也像斗拜的攻击一样 软了下去 田文静则顺利地证明了 诺敏欺上瞒下虚报攻击的事情 于是诺敏被抓了起来 诺敏被抓后 虽然雍正没有追究龙科多 但是此后 雍正已经表现得不再信任龙科多 这也导致了 后来他加入了硬死一伙 参与八王义政逼宫的事情 而抓捕诺敏一事 也让图里琛与龙科多结下了梁子 他对图里琛 没有按照自己的指点去做 很是不满 所以他后来又准备再坑一次图里琛 在八王义政逼宫时 龙科多绕开脱里琛 换防了御前侍卫 此后雍正推行的新政 触犯了很多既得利益者的利益 很多官僚士身都反对新政 印刺筹准了这个机会 组织了八野党联合关外的 其主王爷外加雍正的第三子红使 还有很失忆的龙科多 印刺找到龙科多 主要就是看中了他手中布军 统领衙门的军权 印刺认为 当初康熙去世当夜 八野党失败 就败在了没有军权上面 而现在龙科多十分失忆 正是拉拢他的好机会 而龙科多则是意识到了 雍正越来越不待进他 不光雍正不信任他 而他的儿子 还得罪了十三爷印刑的人 为此龙科多向雍正请罪 却被拒之门外 所以龙科多十分失忆 这时候他就想起了 叔叔同国围曾说过 凡事不能一条道走道黑 所以当印刺向他伸出橄榄之时 他的赌徒心态就起来了 他决定再赌一把 当即搭远了印刺并说道 我服的是黄三子红使 但愿这次别再服错了人 龙科多当时说的那番话 言外之意 就是他后悔当初保雍正继位 他觉得自己保雍正保错了 有了龙科多的加入 印刺更觉得胜算很大 于是整部剧的高潮戏份 八王一正逼宫的事就来了 印刺自以为是以为自己 把一切都算到了 他殊不知 雍正早就对他有所防备 在他提出整顿八七七五时 印刺就曾有所担心 但是雍正却对印刺意味深长地说道 使农包迟早地挤了他 所以在八王一正逼宫时 雍正肯定是有所准备 龙科多在用自己的布军 统领衙门的人换防 图李琛挥下的御前侍卫时 雍正和图李琛肯定是知道的 但是雍正却要和图李琛演一出双簧 图李琛慌里慌张地说 御前侍卫被龙科多的人换防了 雍正也表现得很慌张 龙科多和印刺都觉得要得逞了 龙科多甚至还大摇大摆站出来 摆出舅舅的架势教训雍正 让雍正千万不要做出 有违太祖胜讯的事来 不要动不动就以兵型相加 而雍正却是故意和图李琛演双簧 雍正的目的就是要将这些农包一起挤掉 即便印祥不率领丰台大营的人前来救驾 雍正也能够有后手制裁印刺和龙科多这些乌合之中 龙科多是一个赌徒式的人物 他没有他叔叔同国为那般洞察局势的能力 他能力不够 却偏处在权力中心 那里面水多深啊 他把握不住 还偏偏不甘心 所以最终从功臣权臣变成了阶下囚 他如果像张婷于那样 老老实实支持雍正 他最起码能落一个善终 因此说是龙科多坑土里琛 不如说他是把自己坑了 就像他自己说的 但愿这次别辅错了人 结果他还真辅错了 他保的黄三紫红石 在诗后不仅没想过救他 还想将他折磨至死 从而杀人灭口 而这些都被土里琛看在眼里 土里琛没有着急救下龙科多 他在等时机差不多的时候 才把这些报告给了雍正 当雍正最后看到奄奄一息的龙科多时 还是有些怜悯他的 所以龙科多在剧中是坑了土里琛两次 但是都没坑成 反而自己越陷越深 最终成了阶下囚 而土里琛则是外表装傻充愣 魅力精明谨慎 想坑得实在太难了 要知道 土里琛能获得康熙和雍正两代皇帝的信任 可不是白给的 他知道只要忠于皇帝就行 不能乱战队 所以他能伸手两代皇帝信任 甚至在剧中 土里琛都没有如何反击龙科多 他只在旁边围观 龙科多就已经完蛋了 他只需要从旁煽风点火就行了 遇到棘手的事情只要派他出马 肯定就能马到成功 即便如杀人如马 且嚣张跋扈的年羹瑶 看到他一样都软了下去